这一次聚会的重点是,与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有何关系呢? 现在我们来讨论,元宇宙如何颠覆基督教的教义? 元宇宙的开发背后的假设,因为是天马行空的创意, 基本上就有一种颠覆性,背后其中一个理念,就是抛弃我们, 元有世界的固有思维,闯出一个新天地,建立一个新的体验。 由于时间有限,我们只能讨论七方面,元宇宙如何颠覆基督教教义, 包括,神与创造,世界,人,救赎,重生,永生,教会。 一,神与创造,谁是神? 元宇宙的世界,不是一种虚拟的存在,而是实际的存在。 元宇宙世界,是可以没有神,也可以有神,而参与者,就成为创造世界的神, 参与者也可以在宇宙世界里边,建构一个神或者多个神, 也可以将现有的宗教,放进元宇宙世界,以一种新的形式和设定出现。 人可以不停创造新的神,这样传统宗教的神,与网络上神的分别, 就会越来越模糊。 当然,不同宗教可以将他们的神,放在虚拟世界里面, 然后戴一个VR头盔,就可以在虚拟的世界去敬拜上帝。 在元宇宙世界里面,造神是极之简单的情。 这个倒转了神和人的角色和关系,神便为受造物。 谁能创造? 无论是系统的管有人,或是参与这个活动的人, 都有能力在宇宙世界里面创造,也能创造万物。